前晚10時開始 東沖市一帶的食水供應受影響 到昨天早上10時07分恢復 可否說一下攝氏水管的狀態是怎樣 其實是何時鋪設 以及對上次行常檢查是何時的 主持人,這條水管是一條1200毫米的鋼製的煮缸水管 這條水管主要是去上東沖的沛水庫 這條水管其實是90年代興建 最主要是將水輸入東沖沛水庫 而東沖沛水庫也是供應給東沖一帶的居民使用的 其實這次來說這個抗濟水管 其實我們行常都會有一些檢測 我們會定期有個滲流的檢測 每18個月 另外我們也會做一些操聲記錄儀 就會去看有沒有滲流的情況 在我們檢測當中來說 都沒有發現它有一些異常的狀況 這條喉其實過往都沒有一個爆裂和滲流的記錄 我們就這件事其實我們都看著 因為本身這次的滲流是比較特殊的 因為以往我們發覺那個滲流通常就會在那個 或者喉管的損位通常會在頂部和喉管的兩側 因為那裡是容易受到震盪多一些 但是這次來說是在喉管的底部 而也有掃過漏點的 所以我們之前在識別的滲流都用了一些時間去做 這個所以是比較特殊的個案來的 字幕by 李宗盛